香港自己獨善其身 永世都衝擊不好 因為我們香港的外匯儲備 加上我們的財政儲備 是多過7倍 我們發行一些港元行的 我們叫monitory phase 但是呢 我怕我們的錢被人偷了 怎樣偷呢 這個實際的操作你就知道 去年11月開始 中國人民幣就說 不再跟美元有聯繫 那它就叫掛鉤 聯繫的意思就是以前呢 你做貿易 你有美元進來投資在中國 那我不是換籌碼給你 換人民幣給你 有多少美元進來 我就印多少人民幣 但是如果發覺那個貿易 一直沒有順差 或者習不到外國人錢 或者吸引不了外國人的 反過來那些美元走的 那我問有什麼藉口可以印人民幣呢 沒有 所以它就說 我現在呢 脫了一個聯繫 以後我印人民幣呢 就是無法無天 我喜歡印多少就印多少 那些收入 那些收入的 但是在國家本體來看呢 就是你去買柯欽 去買大豆 人家不受理人民幣嘛 人家要你美元嘛 所以它現在就儲了一些美元呢 在我們自己 國內呢 中央銀行那裡 自己用 誰用 誰叫自己用 誰叫自己用 最尊貴的那九千萬黨員 用 就是中共用 十三億的中國人民 不是沒得用的 那你一二一號排隊 說換五千元美金 到現在都沒有收到 說可以幫你買的 到十二、三十一 都不會有收到的 因為不打算贏給你 為什麼 因為要留一些美金 我們自己覺得是沒有的 那國家就是 我都是中國人民 我是不是一用 沒有 你不是共產黨 你是共產黨都要分 八千共產黨呢 是窮的 一八千萬是窮的 只有那一千萬是窮貴的 只有那一千萬窮貴的可以用 那我們怎麼給它偷呢 就是呢 在去年的中秋節 我們香港的中秋節 是前一天的禮拜四 晚上10.9 我在去年大約大約 每天都夠金管道的網頁 就是default了它 那天天看著那個 aggregate balance 就是我們銀行和銀行之間 都要在金管局開個戶口 用來平數的每天 就是匯豐、渣打、中銀等 要對接銀化 今天呢 你要多少籌碼給我 我又給你多少籌碼 最後呢 平了數 平了數之後 出來的那個流動戶口 就叫做aggregate balance 如果這個aggregate balance多呢 即是那些銀行之多 那些銀行之多 那些銀行之多 那它附在那裡 多數會買股票 所以這個aggregate balance 反映我們的經濟 會不會很多錢 擁有投資或投資 這個呢 就是長遠 你每天看著trend 然後呢 跟銀行指數掛鉤 然後用人民幣去掛鉤 可以看到那個中短期走勢 那些會籍和股票 但是最糟糕 那晚突然之間出了一個消息 令我很擔心 就是 它說呢 中國人民銀行 可以透過現在的債券平台 操作呢 可以發行典型的票據 那晚上10點 到11點才快 那就是吐雞雞 那你知梁靖英的勞動 很喜歡4月11點才快 通告的 那我說 這個很特別的 沒有理由 我們金股局一向都很大方格 是不是 你上班隨便做的 這些事情 所以我就 多錢研究 它 給我看得到 跟著我就 叫了我的好朋友 林哥 我進入 就和 即日約星期一 過年那個中秋節開工 就有金股局建議了 就等了 民主黨的紀委員 想給金股局 給了一些問題 給金股局回答 那我都知道 他的答案 有幾十個答案 如果答案不是這樣 呢 才有問題 立即答給我 如果答案是這樣 你就沒有問題 就是 Question Model Answer 看下 金股局的官是否這樣答 那那時候 他真是中國學怎麼回答 答什麼呢 就是 這些是債券市場的自由充足 這些是 你們喜歡人民幣 票據嘛 人民幣投資價值大 你就會 不要現金 要什麼 那背景是什麼 就是 以往 當那些 中國移動 你當中國移動 拿一千億人民幣 例如CCB換港幣 CCB給了港幣 我給了港幣 那CCB呢 要補充港幣 那怎樣補充呢 走去 上海交易中心 或者深圳交易中心 給回一千億人民幣 那上海交易中心 或者深圳交易中心 不是給回等價值的美金 他呢 就拿去金股局 上回港幣給他 那 那麽多了些港幣 因為這些人 是拿去金股局 換了美金 回來金股局 拿了些美金 發了很多港幣 我們多了港幣 但是我自己 中國移動呢 昨天唱了些港幣 今早上去ICCC 換了些美金 根據我 headoffice的電話 我要換回北京 那就是全國流通 全部沒有事 對沖了 好了 但是現在呢 就是我照樣做 不過呢 去了上海或者深圳呢 他說 喂 老友 CCB呀 我不給美金 我給一張一千億人民幣 就叫他來 給你 你來投資我人民幣 咯 三個月至一年 值不值 他說不值 不值 因為呢 我要錢 哪裏你說不值 你是甚麼水 你是CCB香港分行的行長 我是中國人民銀行 說美國有權 在上海跟你換回 我現在給債券你 就要給債券你 我不給現金給你 為甚麼 沒有啊 回去吧 那他會唯有拿著 他坐著一邊 那即是說在這裏呢 ICBC給了美金我 中國移動 我已經屈美十倍了 回去北京了 但是他 傻傻傻傻拿了一張票據回來 坐在櫃桶裡面 一年有升收入人民幣 因為他現在呢 說你給現金人民幣給我 我給一張票據你 借你吧 那即是說我的櫃桶就少了 一千億等值的港幣 即是等於少了一千億等值的美金 對不對 那他不是在我們的負債裡 偷了那些美金 因為呢 他在ICBC給了那些美金 可以嗎 那我們會甚麼時候被人衝擊 當上個禮拜那些對速基金說 我來衝擊你了 即是說呢 總算是前志健那些大約 即不是前志健 前志健那些大約 即是沽空了三分之一 即是譬如他要沽空三百億 他沽空了一百億美金的港元 然後告訴你 我來了 那第一個關口何時來呢 就是自動實現 如果發例一通過 即是呢 阿程德成說幾號 三十八 就是六月二十七那天呢 就可能是第一個關口 即一通過就去搬去新加坡 那我們講完就跌了 講完跌呢 因為公共會就進來撐住 一撐住就抽高的利息 利息如果根據1997年10月23日 任一招就抽價值500里 借一個月錢就50里 因為我記得那天 因為那天幫美國銀行做一個最漂亮的一世人 從美國銀行歧史以來最漂亮的一招 就是我將40億美元港元的資產 賣給當年日本的順位通貨銀行 因為他沒有講完頭寸 他只要向市場借 誰知道那天就是金融風暴 所以要借一個月50里的港幣貴錢 然後去買那些百里利息的 即是輸了42億美元一個月 全美國銀行在歷史以來 沒試過有一個做一班這麼漂亮的目標 所以都是跟著那些人氣 不過是益了美國銀行 6月27日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所以現在那些衝擊都叫巴斯 告訴你 他還有三分二還沒下注 到你塗下去之後即是你自動下注 那他買了三分一就賺了五十個百分 那一下他就實現了 他就加注了 加注他就加多三分一 如果加多三分一 你再滾下去的話 他最後就加上三分一 那為什麼呢 他立於不斃之地 他在一半那裡他就只虧半 所以他賺下來那一下是三分一 再滾多三分一下來 然後最後那三分一 在他實現了之後再加注 再放回自己的指示碗在一半那裡 所以他是永遠都一樣 就在逆多還是逆少 通常前置見那些大國叫你沽那一下 即是說他已經做了倉的了 等你離沽 那中間會由現在 由他講兩個星期前 到6月26號就會上上落落的 所以你要看著這個操盤 就是什麼時候會實現呢 如果6月27號突然之間有人呢 潛了進去 就是好像華盛頓郵報那兩個記者 破了那個水面事件 有個人潛了進去金融管理局 打開了那個帳簿體 原來呢 我們人民幣存款 為什麼永遠都停在6千億 人民幣存款 因為呢 B頭給他 那頭呢 給他一張簿體 那我們銀行 應該由6千億到5千億的人民幣存款 那他呢 就運了那些1千億等值的美金走 但是呢 又找回一些人呢 帶回那些1千億的人民幣來 新的人民幣來 那我們銀行不是繼續 永遠都是有6千億人民幣存款 不過就被人換了 1千億美元等值的走 然後換了多一張呢 人民幣呢 就多了一張投資 叫做票據投資 我講給你看是什麼 看真點 原來這個票據投資不是美票 票據投資 是人民幣票據投資 所以呢 儒助者如果幫你判掉 一天判掉到6千億 即是這6千億過 一切跟那6千億人民幣都換走了 但他便帶了新的6千億的人民幣存款 再換走那些他就 add了6千億的票據 又是不公開他們聽這6000億究竟有多少票據 所以前次見到一些大鱷已經逐了報告在這裏 只要他6月27日一通過那個法例 28日可能他就出過news 說法國四大國有銀行 他們持有的人民幣票據已經去到1萬億了 即是不明白那些評論員就說 即是說我們給人換了1萬億的人民幣 紡值的美元 那他們又沒有說 那我一說就問了 那所有的大鱷衝擊你一定有故事的 那些故事所有劇本都寫了在這裏 是看幾時出來的 那他就記住說6月還有一個大日子 比我們送中更大 就是兩個情人兼念 那兩個情人兼念 真是很麻煩 一會兒就說你的家和我的家不妥的 不過我愛你 你也愛我 即是私人無關的 中國和美國是不妥的了 即是中經貿易戰 川普總是這麼說的 你想一下為什麼一罵中國 他不會罵中國 整個團隊都是罵中共中共中共 罵你就算是Triss 即是剛剛那個Fox的news 他都是罵你 罵你共產黨 罵你是國家資本主義 罵你是中共 很清晰的不會混亂的 彭斯也是的 在整個演講裏面 從來沒有罵你中共 只是罵你中共中共中共什麼 當日就是我叫蔣介石走 你才中共得正權 當日就是我帶你去聯合國 去中國 現在Trump 說的都是一樣 我和你中國人民很好 但我和你中共不同 不過我又和你阿習 永遠是好朋友 因為他知道的 最後留到這一線就是爆炎 我去談一談 因為我是用所有的壓力 都給你中共的領導 但我知道你是皇帝 你是領導 所以你有機會 有機會跟我通電話 我現在搞定給你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兩個巨頭 現在你知道有幾個機票 反彈到3萬200 又下來 現在去到2萬7千 你說什麼 香港的 因為 因為Trump每個禮拜都出招 每個禮拜都出招 自從他5月10日 實行那個關稅25%之後 接著就出招為禮 未來還有 逐個官員出牌 分分鐘呢 分分鐘呢 分分鐘我們呢 DQ那些議員 那些AO那些名字 那些D2那些 DQ 他負責DQ的 不讓你走 不讓你走 那些選舉主 那些都可以排起來 到時候不准你入境美國 一輩子 是吧 那這些呢 全部是那些牌 每個禮拜都出些 每個禮拜都出些 那這個公共就 2700 2600 2500 2400 2400 兩兄弟又見面了 那一下呢 那一下呢 那些反面呢 二萬 不用看 那些視頻一定沒有 跟著呢 前陣子那些出來 就是說 那四家國有銀行 你們知不知道 他持有多少票據 票據的意思就是 一年內那些 人民幣 他不用持有10年 3年 5年那些 他持有1年 即是中央銀行持有這些問題 不出事呢 這些 那些前陣子那些大樂 在做什麼 香港是一個economical city 用來賺錢 賺錢 但是呢 賺錢 從來不會抵觸到這些 核心的思想 人家鬼佬呢 西方世界這麼可愛 就是 怎樣賺你錢都好 到最後呢 錢不是萬能的 有錢 so what 不過我要賺你錢 特朗也是的 現在我是想賺你錢的嘛 不過我想你一個structural change 但是他明知道呢 你叫中國要有structural change 就是叫他中共不要管你的國家 structural change就是沒有錢 不用控制人民思想 就是給Facebook進來 給UK進來 特朗說 特朗說你這樣才行 特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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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傻的 我永續皇帝 你立刻要我立刻倒台 不會的 但特朗會多一件事 現在四肢後才說 好 講到這裏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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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